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 美國專家說對疫情結束沒有信心 中國人客外了 俄國議員主張買回遼寧號 美國報告說 中共軍事衛星發射次數在2022年全球第一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中國爆發白紙革命後 當局的防疫政策不斷變化 1月7日 中共 最高法院等五大部門 聯合法部通知下令對先前違反防疫政策者 應該及時解除機壓強制措施 外界認為 該通知意味著中共當局放棄動態清零政策後 對疫情防控造出的有一次重大調整 根據中共喉舌新華社7號報導 最高法院 最高檢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海關總署在1月7日聯合出台 關於適應新階段疫情防控政策調整 實施越來越管 不再納入檢疫傳染病管理之日起 對違反相關疫情預防 控制措施和國警衛生檢疫規定的行為 不再以刑事法第330條 防開傳染病防治罪 第332條 防開國警衛生檢疫罪定罪處罰 通知還規定 目前正在辦理的相關案件 依照規定及時妥善處理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處於被激壓狀態的 各辦案機關應當及時解除激壓強制措施 涉案財物被查封 扣押凍結的 應當依法及時解除等等 中共病毒疫情爆發3年來 在習近平強調的動態清零之下 中國各地 封城、封區、封門等強制措施 曾出不窮 社交媒體先前曝光的視頻等信息證實 中國各地民眾 因為違反防疫規定 而被強制拘捕的案例頻頻出現 與此同時 中共清零政策導致次生災害頻發 引發民怨沸騰 中國民眾的大膽抗議行動 被輿論稱為白紙革命、白紙運動 這項運動爆發不久 北京當局在去年12月初 全面放開疫情管控 放棄了堅持近3年的動態清零政策 1月4日 《華爾街日報》引述接近北京決策層的官員 和政府顧問的消息說 去年底在中國各地城市出現罕見的抗議浪潮 令習近平和他的核心圈子感到震驚 加上多個政府部門的緊急請求 最終促使習近平放棄了清零政策 緊接著1月7日 又下令釋放違反防疫者 北京當局對防疫政策的緊急轉向 引發輿論關注 外界普遍認為 白紙革命是至1989年六四事件以來 中共遇到的最大挑戰 近日根據彭博社和路透社報導 中共當局對進口澳洲煤炭的禁令 可能很快就會取消 除此之外 包含澳洲龍蝦、紅酒等其他商品的進口禁令 可能很快也將陸續開始鬆綁 有分析指出中共的貿易報復不僅無讓澳洲屈服 還被自己製造了經濟痛苦 現在只是找個台階草草收場 綜合報導 早在新冠爆發時 澳洲前總理莫里森呼籲 調查冠狀病毒的來源 中共為此 對澳洲產品實施了一系列報復禁令 試圖要被澳洲製造經濟痛苦 雖然 煤炭禁令 從來沒有被北京正式列入名單 但在過去兩年中 中共當局一直在暗中禁止澳洲的煤炭 將它列入一個無形的黑名單 每年被澳洲煤炭行業造成10億澳元的損失 然而 近期中共的國有企業 已經開始對澳洲煤炭進口 進行初步詢問 好似定價和供應情況 另外根據彭博社和路透社的報導 在1月3日 中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通知4家進口商 包括中國最大的鋼鐵製造商保姆 可以恢復和澳洲同行的貿易 中共總理李克強 在報導出現的第二天公開表示 應該加大努力 確保安全和穩定的能源供應 對此 報導指出 中共最高層這次突然的180度轉變 是因為中共目前和未來 將會面臨著更多的供電危機 解除煤炭禁令 將會標誌著 自中共對澳洲發動貿易戰以來的首次退縮 還有分析指出 中共在兩年來的持續禁令 無疑影響了澳洲的經濟 但同時也對中共產生了不利影響 之前澳洲煤炭行業 在印度、日本和韓國等國 找到了替代市場後迅速反彈 與此同時 中共國內在2022年冬天經歷了幾個月的輪番停電 但卻無法購買澳洲的煤炭 這本來是一個很容易解決的問題 2021年9月的報導說 北京通過中間商購買澳洲的煤炭 支付每噸595澳元的價格 這樣比澳洲煤炭生產商當時的售價 高出了一倍多 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估計 中共通過第三方支付日價自食惡果 每100噸的煤都讓中國的鋼鐵付出了4億多澳元的代價 不過對於北京態度的轉變 新加坡亞洲貿易中心執行董事艾姆斯表示 即使中共解除所有商品限制 雙方貿易流量也可能保持低迷 因為進行交易的不是政府 對於企業來說 轉換市場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這個月6日 根據《美國之音》報導 美國華盛頓大學健康計量評估研究中心 主任莫瑟指出 中共政府不會因為全球新聞媒體 對它的疫情處理方式的大量負面報導 而改變掩蓋疫情真相的做法 在無法確定中國染疫數據的情況下 對預測中國疫情何時結束完全無信心 此同時莫瑟指出 中國這波疫情爆發 仍然屬於Omagram的亞型病毒株 從免疫學角度來看 中國出現新變種病毒的機率不高 因為新變種病毒 不太可能在大多未經病毒感染的人群中產生 反而是免疫力高的人群中 更可能出現新變種病毒 儘管如此 中共政府並未滿足世界衛生組織 WHO提出的所有要求 尤其是關於疫情爆發 對人群造成影響的數據 包括住院、交戶病房人數和死亡人數 莫瑟還批評 去年12月疫情爆發以來 中共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明明可以獲取相關報告 基本上就完全不通報感染病例 可能是有意識的選擇不報 然而從根本上來說 最重要的疫情指標就是多少人死於染疫 據悉 美國華盛頓大學健康計量評估研究中心 在疫情爆發之初的2020年 建立了大流行下的死亡人數模型 它的數據一直被政府和企業廣泛引用 莫瑟推估以中國和香港的疫苗接種水準 使用相同疫苗、相同年齡結構等條件 大致非常相似來看 如果香港有1萬人死亡 轉換到中國就是160萬或170萬人死亡 根據約翰霍寶金斯大學數據 香港自至1月4日的染疫死亡人數 是1萬2,081人 莫瑟還表示 美國華盛頓大學健康計量評估研究中心預估 中國疫情會在3月底達到高峰 但如果像中共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在一些未公開數據中暗示的 感染的爆發始於去年11月下旬 高峰就可能會做得多 由於中共疫情數據的不確定性 他坦然對預測中國疫情何時結束 完全沒有信心 俄烏戰爭衝突持續到現在 俄羅斯對烏克蘭賣給中國的蘇聯航艦 也就是中國首隻航艦遼寧號開始耿耿於懷 日前有消息說 俄國議員提出 根據現在的情勢來看 俄羅斯應該買回遼寧號 根據俄國媒體俄新社6日報導 俄羅斯國家杜馬即下議員 遠東和北極委員會第一副主席 卡爾吉洛夫提議 俄羅斯應該和中國買回烏克蘭賣給他的 蘇聯時期航艦瓦良格號 也就是現在的遼寧號 並將它重新命名 卡爾吉洛夫表示 在蘇聯解體後 烏克蘭將未員工的瓦良格號 以費金屬的價格出售給中共政府 原本應該改建成賭場 中共政府卻將它完成為航艦遼寧號 有鑑於目前的情況 我提議從中共政府手中買回這艘船 據悉 遼寧號原本是計劃服役於蘇聯海軍的 富之列佐夫元帥級航空母艦2號艦李家號 1990年改名為瓦良格號 後來因為蘇聯代體未能建成 並由烏克蘭管轄 中共政府就借據官方背景的商人 將它買回來之後就改成遼寧號 此外俄國議員卡爾吉洛夫還說 買回來之後的遼寧號 將會用已經世世的俄羅斯自由民主黨 創始人兼首任主席 桂里諾夫斯基明明 以紀念它 並將它作為黑海艦隊的旗艦 近日美國哈佛史密心理天體物理中心 天文物理學家麥杜威發表的報告指出 根據2022年太空發射切數來說 中共政府已經取代了俄羅斯 成為第二太空大國 同時中共當局將防衛相關衛星送上軌道的數量 也居全球第一 外界對此表示擔憂 根據軍事新聞網站 即時防武 Breaking Defense 6日報道 麥杜威的這份 2022年太空活動報告指出 去年美國發射次數是78次 其中72次成功 中國的太空發射次數是64次 其中62次成功進入軌道 俄羅斯成功發射次數21次 這幾個國家的很多發射活動 都攜帶多枚衛星 就防衛相關衛星數量來說 中國送了45枚上軌道 美國30枚 俄羅斯就15枚 報告中也強調 中共當局國安太空活動信息不透明 很難確定中共發射軍事衛星的確切數量 例如中共當局去年成功 將8枚機密的試驗衛星 送上低地軌道任務不明 報告中說 試驗衛星是多於中共政府衛星所用的假名 此外報告中指出 更令人意外的是 中共發射的商業衛星數量 也正在快速地增加 北京發射的182枚衛星中 100枚是商業衛星 佔比是55% 這節的新聞報導完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訂閱和分享 這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多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ques圖 發射的